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停办法 1月1号起实行 已经有很多纳税人通过个人所得税APP 完成了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开始享受到减税红利 然而在这一周当中 围绕着个税专项附加扣除 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去年底开始 个人所得税APP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上线 但随后有部分纳税人发现 自己下载了非官方的个税APP 这些冒牌APP不仅无法完成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申报 还可能存在安全风险 有关部门也提醒纳税人 避免从不明来源的渠道下载个税APP 在使用个税APP的过程中 部分纳税人发现在自己的任职受雇信息中 除了所供职的公司或单位外 还出现了其他的公司或单位 对此财税专家表示 这种现象的发生 一是纳税人在当前任职受雇单位以外 取得过劳务报酬 搞酬 特许权 使用费等收入 还有可能是自己的信息 被虚报工资逃税的不乏企业冒用 对于这种情况 纳税人可以在个税APP中进行申诉 而部分纳税人在申报租金抵扣时也遇到困惑 有租客表示 房东不愿意暴露个人出租房屋的信息 因此要求租客不得填报租金抵扣 否则就要租客垫付税款或者退租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 目前个人或企业出租房屋 但并不缴纳相应的税款的情况比较普遍 租房屋给人家本身就是一个经营行为 它就应该交税 这些税和它所享受的政府的东西 是互相相连的 你有这样的权利去享受 你就要有这样的事务去交税